經濟部長郭智輝接受三例新聞節目 主持人鄭鴻宜獨家專訪 追求對決國人用電議題 因AI時代來臨 用電量大增 為確保永續供電核能議題 也是賴政府必須面對的難題 新核能有望成趨勢 而行政院長卓仲泰接受日本專訪 遭平面媒體以台灣可能在2030年後 重新考慮使用核電為標題報導 周榮泰親上獲獻駁斥 列出三大前提才有討論空間 而國家氣候變遷委員會 第一場會議將在8號登場 聚焦電力供需正反方都能表達意見 參選我環境長卓仲泰接報導